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我們剛才也預告了 回來就說說今年整年的投資運勢 投資環境 究竟投資甚麼會好 請問這位嘉賓 就是渣打香港財富管理投資策略主管梁振輝 Hello 你好 早安 那套年呢 怎樣看來一整年 是不是好像套仔那樣 跳一下跳一下彈一下彈一下 又有生育 套仔代表著 是不是我們生機勃勃呢 似乎都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大家見到2023年回來 其實在農曆新年前 我們香港的股市都已經做得比較好 只望去到套年 大家都預計去年一些負面消息 應該都會慢慢淡化 反而望的是 有沒有一些新的消息再進一步出台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市由去年低位都升了不少 在現在再上的時候 可能都要多一些利好因素 但是暫時來看 我們覺得 就是說 在農曆新年前的市場氣氛型比較好 我們暫時看 在新年後都應該可以延續這個趨勢 我們都看到 這輪農曆新年之後回來 市都做得挺好 特別是 這個禮拜 立即大家關注著焦點 就是聯署局方面的議息 你自己看 那個息口走勢 對於投資氣氛方面的影響會怎樣 今天星期我看最重要的反而是內地服事 大家更加關注 對於港股的走勢的影響 當然 當然 回到美國的意識 都有相當重要的情況 但是以往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意識 基本上 我想之前的一兩個星期 市場的共識都已經很一致 現在就說應該會加四分一厘 即是由之前說是加四分三厘 到半厘 到現在可能要落到四分一厘 大家某程度都會預計 今年會不會這個息口環境 會有所改變 即是由去年不斷由低位加上去 到現在會不會有機會 稍稍暫停 或者越加越少 甚至大家可能憧憬的就是 有沒有機會往下出現一個減息的情況 這些我們都會繼續支持投資氣氛 但我想不要忘記的是 除了這個息口 這個某程度 我們覺得是2022最大的負面因素 但回到2023 可能在一個經濟層面 特別是歐美方面的經濟層面 在加了這麼多息之後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影響呢 這個可能大家在投資 特別是歐美方面的時候 要多加留意的地方 歐洲和英倫行 這個星期都開始慢慢會意識 都在說最少都加半厘 荷蘭的央行行長 還說最少加兩次以上 其實因為當地的通脹 沒有怎麼下跌 沒錯 這個情況是不是2023 都繼續延續呢 我想的確挺尷尬的 他們一方面見到 經濟開始似乎都有點影響 因為去年整年都在加息 但另一邊的通脹 暫時來說還是相對比較高的水平 的確通脹由高位其實是回落了 即加息是有效 但還未去到一個 我估計央行安心的水平 所以可能似乎至少在2023 上半年 你應該都仍然會見到 歐洲、美國 都仍然會因為通脹比較高的時候 會繼續加息 這個可能都會某程度 影響投資市場氣氛 亦都是我們會覺得 在2023年至上半年的時候 投資重點未必放在歐美 反而我們會留意多些 中港及亞洲市場 剛才你說留意中港及亞洲市場 特別是內地方面 其實大家現在關注著 放完春節假期之後 它回來的開盤情況是怎樣 一般都估計 現在它逆後復償 而且開放的速度相對比預期快 你自己怎樣看內地的經濟狀況 內地的經濟狀況 大家可能之前都聽了很多的分析 都預計2023年內地經濟應該會有個 挺強勁的復甦 但大部分其實現在預計 都是大約5%的增長 我們覺得這個可能會有一個 向上調的空間 當然要視乎的就是 究竟內地有沒有更多的政策 因為去年你會見到 第四季內地疫情方面的一些調控的改變 已經令到市場有很大幅的發展 今年會不會進一步 就是在經濟層面方面拉動翻 因為其中一個市場擔心 就是內地本身的就業市場 在那段時間的確受影響 究竟這是因為純粹疫情影響 還是經濟動力減弱 這可能仍然要看多些時間 但至少我們覺得 今年暫時對於內地經濟來說 仍然可以相對比較樂觀 預計它會有個復甦 至少我們覺得會比2022年好 但是好幾多可能都要視乎 內地方面的政策發展 內地現在說 省市都做開門紅 大家衝著開放的目標 廣州市說要GDP增長6% 部分省市都很進取 這個是不是香港可以受惠 香港的經濟 都可以在開門紅當中分一杯羹 我想大家在我們現在農業7年前後 你都見到開始有些遊客的出現 我們相信這個會是一個慢慢開始逐步的趨勢 當然我們預計可能比較大的影響 可能至少會到第二季 甚至下半年才會出現 但至少我們見到現在2023年開始 已經見到更多 我想兩地人員的往內 都可能有資金的流動等等都會幫到手 我們覺得這個趨勢慢慢越來越好 但如果真的要很大去推動香港股市 甚至可能中國經濟 可能都要到第二季 甚至到下半年才會出現 你自己看我們說的 越港澳大灣區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機遇 現在開始復償之後 但兩地的往來其實都多了 接下來香港怎樣配合國家發展的趨勢 整體其實兩地開放人員往來 其實已經很幫到手 當然我們預計就是 兩地會有更多資本市場方面的合作 整體令到兩地更加好 當然大家見到 互聯互通其實已經很幫到手 但當然近期因為內地的假期 都停了幾天 也都某程度對成交有影響 我們預計整體就是資金往來 因為去年內地經濟不好 以至於樓市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見到 就是內地本身的儲蓄也有所上升 這些資金究竟今年會是 調下來去投資、股市 還是去重新買樓市 可能都會對整體的資金流動有重要影響 回到香港就是 整體大家都希望 至少在第一步看到 在旅遊業方面也有幫助 接下來希望就是在資本市場 特別可能最簡單大家見到的 就是在股市方面的成交會有所幫助 但當然我們強調就是 這個要些時間 因為大家某程度 真正內地由疫情開始開放 現在其實還是三、四個月的時間 都仍要多些時間 令到我們見到 在經濟方面 有比較顯著的動力出現 嗯 這個動力可以受著復償 我們有動力去墜大環球的經濟 去年年底都一定說 全年會有衰退、滯漲等情況 這個預測其實是否繼續存在 是否抵銷到我們復償的優勢 我想滯漲 如果大家記得 2022年一直都在說 通常上去之後 大家就很擔心經濟是否跟著 但你會見到這個情況 暫時在歐美都未見到出現 某程度歐美的指標就是 今年的環球經濟會怎麼走 看著歐美都很重要 我們覺得某程度 今年歐美的確有機會出現 一個經濟衰退 甚至英國已經預告 會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經濟衰退 但要留意的是 究竟的深度反而相對重要 即經濟個別一些調節是正常 但如果不是一個很深度很嚴重的衰退 我們暫時都不是太擔心 因為畢竟市場已經有所預計 實際來說 股市之後 我們看到疫後復償股市做得不錯 今年投資的重點會放在哪幾個範疇 我們經常說股匯債 匯市方面 特別是我們看到美金方面 其實大家擔心今年有機會 未必能夠延續到去年的強勢 你又怎麼看 其實美金在今年都已經跌了一定程度 甚至在去年高位來講 都已經連續跌了幾個月 我們看法就是 接下來的美金的強勢 隨著加息去到比較後期的階段 可能會慢慢慢慢回落 即是看美匯指數 至少有機會見到100以下的水平 另一邊想我們覺得 股市當然由去年10月低位到現在 已經升了三幾個月 我們覺得某程度的價位 的確相對比較高 也有短時間調整空間 反而我們覺得 今天如果在股債會當中 佈月子的時候 我們覺得債券市場方面 可能相對比較好些 因為以往大家最傳統的 覺得那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暢減息的時候 債券市場都可以有受惠 另一邊想 就是今年你會看到 其實債息現時都處於相對比較高的水平 因為某程度反映之前加息的情況 我們會有一個擔心 或者覺得 後市如果環球央行都開始覺得 未必需要再做一步加息 失口有機會回落的時候 對債券有一個額外幫助 所以我們覺得某程度 在今天 在經濟前景未完全明朗化的情況之下 適當配置債券都是合適的選擇 當然我們覺得股市 由現在和去年看 其實它基本上改善了很多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所以是一個比較均衡的配置 我們覺得相對比較合適 即是有人說 今年的債價可能會升 似乎有什麼機會 對啦 那個動力在哪裡 主要我想來自央行 對於加息預期的降溫 因為大家一路看到的通脹 的確已經由高位回落了 如果這個趨勢在往後幾個月 逐步明顯的時候 大家就會更加著力去炒央央行減息 這個會有一個額外幫助 還有剛才我們也說 因為過去幾年疫情 大家留意 可能大家的資金 在投資方面其實都減少了 可能都儲多些錢 去看看情況 先穩定些 我們覺得 今年的情況 的確已經開始比較穩定了 也都可能有多點資金 去配置無論去港版債券 和股票 這個都會有一個額外幫助 嗯 特別看到歐洲 和英國方面 通脹壓力仍然都很大 特別是英國方面 都是雙位數字 你自己看 他們的加息步伐 應該會持續 但會不會對經濟方面 有機會影響到 至少接下來這次會議 應該他們兩個地方都會加息本利 當然我們覺得會對經濟有影響 也是本身央行擔心的 但正如剛才提過 他們面對的兩難 就是你不加息 通脹又繼續上 但加息的時候 擔心經濟活力 所以可能某程度 兩條腿 一邊雙央 可能繼續加息 壓制的通脹 另一邊雙央 可能政府有不同的措施 希望幫助舒緩的經濟 或至少保住的就業 我們覺得這一刻 可能相對比較重要 環球大家也要關注 甚至美國特別 就是市場比較強勁 令大家覺得經濟不太差 或者衰退不未必會出現 但如果市場有所改變的時候 即是說 未來幾個月轉差的時候 這可能是歐美來說 最大的陰霾 最大的負面因素 古市 俄羅湖戰爭的情況 特朗普誇猴言 就說如果再競選總統 贏到24小時 解決俄羅湖紛爭 大家都知道 但現實世界是否這麼容易 現在又送坦克 又送飛彈給烏克蘭 戰事是否對於歐洲的經濟 其實都是直接影響持續 我想是的 但如果以去年的維惠 當然這是一個地緣政治方面不明朗 去年其實特別是上半年 你見到就是關於能源價格上升 對歐洲經濟的影響 但今年歐洲就好像沒有亞洲那麼冷 歐洲整體比以往相對 比較和暖的時候 對於能源需求 似乎有沒有特別大的影響 所以見到游計也相對來說 比較低位 暫時來說 這方面因素對經濟未必有太大影響 但當然事件繼續發酵 始終是一個不利因素 這也是我們覺得 為何在今年投資的時候 歐美暫時來說 未必是大家的重心 反而留意基本的數字比較好 亦有疫情後復甦的亞洲 和亞洲和亞洲 中港方面的情況 特別剛才說到能源 先看看油價 油價去年年中 6月30日上過100元 留上104.9美元一桶 今早3月份的紐約期油 是80.17美元一桶 怎樣看油的情況 我們覺得油價整體在約莫 這70-80水平 都應該有個比較穩固的水位 因為整體大家都要關注 始終產油都有成本 大家普遍預計 都在70部的水平 所以海人去到那些水平的時候 亦都會聽到一些減產等的消息 去希望穩住油價 後市我們覺得 油價未必會上升太多 原因就是 大家都會對於 特別歐美一些主要擁有國家 其實經濟活動未必太好 當然中國復甦是另一個主要動力 但我們會預計 暫時來說 很多人在低位上落 未必是一個太大的動力 在商品方面 我們就可能相對比較喜歡 黃金多於油價 黃金的動力是來遇什麼呢? 央行是慢慢買黃金 土耳其央行買得最多 因為貨幣沒人相信 美元那麼貴 其他國家都不想用太多美元做儲備 黃金是否今年一個 全世界政府追捧的貨幣替代品 我想會有一定的需求 正如剛才提及 美金相對比較高的時候 可能不需要央行 我們都會想 會不會將部分的美元儲備 轉持黃金 另一邊說 我們相信 美元後市指數回落的時候 即美元指數回落的時候 對黃金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再加上如果大家不太擔心通脹的時候 這也會有額外幫助 所以我覺得整體是幾個因素 配合之下 有機會令到黃金 現在你看到 都已經由之前的低位 在1600的水平上到1900上 大家都普遍預計 今年都應該至少可以看一看 2000 甚至可能更高的水平 但始終要留意 相反無論說 油和金 過一段時間 走勢都會相對比較波動 亦都是投資者 在配置的時候 要相對留意的風險 另外外幣方面 我們先看看人民幣 人民幣 其實如果你說 在去年11月下跌到7.32 其實今早早 都是徘徊在6.7的位置 再按來按 就是6.7825 6.7452 左右 由低位也升了一些 其實你自己怎樣看 人民幣的情況 我們覺得 雖然油低位已經升了不少 但我們仍然有上升空間 因為配合我們早前所說 內地經濟 今年應該相對看得比較好 大家其實現在都比較保守 今年5%的增長 其實可能都相對保守 因為去年其實都不是太低 後市我們覺得 如果大家對於中國經濟進一步樂觀 特別是如果能夠比較顯著 去改變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人民幣 我們覺得有進一步的上升空間 當然就算中國自己 沒有特別大的一些政策出台 如果外圍見到 美國方面的室口有改變 大家對於美國加息 預期進一步降溫的時候 也會有額外幫助 所以某程度 中國經濟幫到自己人民幣的需求面 另一邊就看著美金走勢 但我們會覺得 亞洲貨幣的走勢 都相對來說 比較樂觀 但如果在亞洲方面 投資市場 可能是股票或債券 相對來說 會被貨幣吸引 那麼日本的投資 是否吸引 日本去旅行 現在很划算 現在就很吸引 香港人去洗 沒有人放下 萬多萬元 但日本整體經濟 有個憂慮 又會跌落滯脹 通縮 這個情況會出現 對於日本的衝擊是怎樣 我想當然 過一段時間 你見到入圓的大幅下懷 都令到整體 大家都關注日本的經濟前景 會怎樣發展 但正如剛才提過 可能入圓回格回來 都令到一些 無論是旅遊的需求 或是投資的需求 都會有所改善 當然今天 我想見到的問題 就是日本方面 就是通脹的上升幅度 比經濟上升得快 這當然是一個擔心 但我們會看 日本銀行在新世界 當換了行長之後 可能在政策方面 都會改變 近期其實不單止 日本在國內 有些聲音 甚至國際金融方面 都有些聲音 就是日本需要改變 可以改變 或者至少 我想日本要預備 往後有機會加息 某程度 跟著國際的大趨勢 因為去年 歐洲美國已經加了很多知識 日本暫時還是按兵不動 似乎國際趨勢 都改變不了 因為通脹情況 是有機會加息 但我們不預計 對日園的會計 有太大的影響 畢竟它在那段時間 下跌了很多 我們預計 今年看日園 有機會再加上升 希望的情況 就是它壓得住通脹 不要太多 另一邊的經濟 又有一點活力 但不預計 很大幅度上升 至少我們覺得 大家都要留意 這一刻 可能在陸船附近水平 仍然在相對 今年來計 可能是相對偏低的水平 美園對日園 今早是130.1 對港幣大約 6元左右 香港這邊 逐步復償 與內地方面通關 對外也開防範 估計 今年香港經濟狀況是怎樣 某程度 大家都知道 當內地開始復甦 當然香港也希望跟著 亦分到一杯 就是復償方面的概念 我們會覺得 今年的香港經濟 都會做得好一點 但要留意 可能對於不同資產的表現 可能會有分野 特別我們相信 暫時來說 你看到三、四個月 股市明顯先受惠 因為炒了衝景 已經幫到手 但跟著網 就是衝景之後 是不是有些實質的情況 包括數據方面的配合 包括資金的入 沒錯 這些都是大家希望的 內地沒有程度 都避免不了 政策方面的推動 我們說股市通常都走快一步 大家看看 財富效應之下 其實樓市方面的去向是怎樣 那段時間 大家都關注 就是去年的樓價 比較多的時候 大家要關注是否進一步下跌 但你見到近期的成交都比較多 我自己住的公園 都見到不斷有一些體育活動出現 至少我們覺得 短線在成交方面 能夠活躍一點的時候 都對價格 會有一定的穩定作用 但當然後市我們覺得 仍然是適合經濟 去取締未來後市的樓價發展 財政預算案公佈 很多人說 想樓市的辣椒有些放寬 因為這個辣椒都十幾年了 當然有很多措施 一系列 又有壓測 又有賣家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 這是否阻礙著樓市復償的障礙 你控制需求 現在都不用控制 需求都不夠 這是否一個檢討的時候 我想政策本身的效應 可能會維持比較長時間 亦都知道 一時三一改變的時候 影響可能未必在短期內浮現 大家可能都某程度 預計未來一段時間 如果真的復常的時候 需求突然間很快速增長 當然大家今天看不是的 但正如股市 你看到去年十月 大家都不預計有這麼強勁的反彈 但結果過去四個月的確看到 某程度 我覺得有些未遇到 繼續穩住的措施都是合理的 但當然後市我們關注 就是需求面的變化 也都是繼續看著 剛才說的內地經濟 以至本地的經濟發展 會怎樣發展 講到財政預算案 正在入期貨 專業總會建議 應該完全撤銷過股票 引花稅 令到香港這邊在投資方面 更具競爭力 作為市場人士 你又怎樣看 整體當然 如果你說減稅 無論是減印花稅 甚至可能對一般民眾減稅 大家都希望對市場活躍到 甚至可用的資金 都會有所幫助 當然我們覺得 在現時復常的時候 如果有更多的政策 配合的時候 當然都會幫到手 接收的氣氛方面幫到手 但實際上 我們更加關注 究竟經濟本身的動力 是否真的恢復 是否更多的資金 在不同地區 甚至可以留入香港市場 見到成交 由現在千零一級水平 去分更高的水平 這是我們希望 今年有機會出現的地方 你特別有看到 資金流向的情況 目前資金流向的情況是怎樣 看不看有些錢 真的流來 亞洲區 特別是在內地 或香港市場 我們覺得出現的 是有的 但就不算很多 我想大家某程度 因為比較短期的升市 都未必大家的配置那麼大 但是 到了2023年 我們覺得 越來越多資金 留意中港甚至亞洲市場的潛力 令到有機會 看到區內 至少市場的成交方面 會有所配合 這也是我們覺得 如果你看好投資者 要繼續看著 市場的成交高低 一些新興市場 你們的看法是怎樣 新興市場 今年仍然相對比較擔心 就是美元仍然相對比較強 他們表現未必那麼好 我們覺得 今年要看股票市場 仍然看一些有資金流動 以至有機率因素 比較好的 當然今年個別的新興市場 其實升幅度很誇張 包括阿根廷那些股市 但這些都不是 一般香港投資者 有興趣涉獵的地方 反而我們覺得 看著比較穩陣的中間市場 看著可能出現的業績 去判斷後市 有怎樣部署 但整體我們會覺得 在經濟復償的情況下 今年的企業業 應該有機會有所改善 至少比今天預期的來得好 這就是大家 撥去的時候 可以留意業績股 不要你用幾個字來形容 今年的投資環境 你會怎樣形容 我們簡單的形容 有危有機 去年大家看著很多危險的情況 但也不要忘記 市場永遠都有機會 尋找機會 就是投資自負的智慧 大家投資記得要量力而為 祝大家投資得心應手 今天多謝了 渣彈香港財富管理 投資策略主管梁振 歡迎多謝你 好 然後或者真不知道 那些資金 每次都可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